你现在看到的是200年前清朝福建百姓举行游神庆典的真实画面 镜头中神明高大威武在众人的拥护下来到人间 四周百姓纷纷喜福参拜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和静平安 转眼间两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这种民族活动依旧在 乡亲们就会自发的聚集在庙里 恭迎行身神像入教 然后有精壮小伙抬着走街串巷四处巡游 寓意这是诸神巡游玩回宫的场面 一个个大步流星再过博尔特 只因为三年口罩连老爷们都憋坏了 以心只顾留恋人间 居然忘了回去的时辰 还有些神明竟然和乡亲们玩嗨了 放鞭炮五龙五湿好不热闹 奶茶泡温泉也紧跟时髦想要来一套 没办法大伙只好抛圣杯满足老爷们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话 请神容易送神来 吃饱了喝毒了 一些贪玩的神明还是不愿回去 一番沟通 原来是想看场电影 得安排 就这样 电影院迎来一批尊贵的品 最离谱的是 竟然还有老爷提出要抽滑子 这不赶紧抽出一根递进嘴里 虽然周围的村民们看爽了 可抬轿子的却属实掉了一层皮 有人说 自己的邻居早上五点去 熬到了夜里八点才回去 整个人累得跟水洗一样 于是有些机灵鬼就想出了法子 将老爷送回宫 还有的更是创意频出 您不是不愿意回去吗 那我就倒着台 走着走着 自己就到家了 别看排轿子累得前仰后合 可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 甚至还有人在私底下苦恋 终于知道福建人为何如此痴迷送神了 原来每个神仙都有着可爱的一面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 不想那么早回去 一些神仙到的时辰 还在门口游趟 组长置了几次圣杯 得到的还是不想回去 就这样 台轿子的只能继续逛 直到神仙们累了才能送回去 正因此在距离宫庙十几米时 大伙无不是咬紧牙关 使出吃奶的劲 能跑多快跑多快 生怕轿子里的神仙反悔 当然了 也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 有一年东南沿海某村举办游神 时辰到了 神仙就是不回去 圣杯都摔了几十次 最终乡亲们跟着在村里转了一天一夜 最后神仙玩累了才回宫 还有一次 某地请七仙女 场面那叫一个隆重 鞭炮齐名 采齐纷飞 结果玩得太黑到了凌晨 最离奇的还要数这一次 神仙请出来后 问想去哪里 竟然回答想看电影 恰好 正赶上春节党无名上映 族人包了场子 把几位神仙请到影院 可乐抱米花伺候到位 那场面别提多可爱了 想不到天庭也讲究与时俱进呢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神仙都那么贪玩 倒就回宫了 反而是一些较为冷门生僻的神仙 最喜欢人间烟火 怎么看都看不够 换位思考一下也能理解 毕竟有些神仙几年出来一次 十几分钟几个小时 哪够呀 怪不得要玩到凌晨才罢休 说到这里 开口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想回去呢 原来 抬轿子的人说 当神仙不想回庙时 冲着大门的一端就会无比沉重 老手立马就会心领神会了 比起上面这几个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 还要数为了热闹请出了城皇爷 可偏偏一旁的城皇婆没有动 原来呀 之前也请出过 结果老人家一出来就往娘家跑 事后忙得大伙晕头转向 由此可见 每个神仙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有的爱玩 有的耍性子 还有的剧内 这位神仙不知为何不想停下来 也许是想尝试下坐海盗船的感觉 这下子可累坏了教夫们 几个撞小伙忙得一头汗 不见游神中最盛大的场面 正中央的赵世子 金袍金甲 五官俊秀 迎起逼人 受万人爱戴 在其前方是负责引渡的静卢手 表情严肃 一丝不苟 相较于这个 最令人吃惊的 还要输赵世子的内胆 掀开后 里面的小伙子 皮肤白皙 眉宇帅气 堪称是千里挑一 不知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 而这还仅仅是其中一半时间 就累到筋疲力尽 然而即便如此 前来应征者还是若移不绝 甚至有些人甘心放弃爱情 原来当静卢手的先决条件 就是得保持童子之身 除了要能精准的将香炉 递到神像的面前外 还不准交女朋友 严禁破坏身操 那么有人肯定 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呢 要知道 这可是福建 对诸神的尊崇 深入到骨子里 当地人发誓 都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骗谁也不敢骗老爷们 于是在当地 有个不成文的习俗 只要静在快餐文化的今天 这片土地上 还保留着如此传统 虔诚的活动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难怪每逢佳节 天南地北的游客 会蜂拥福建 一起参加这场盛大的游身活动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ō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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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